區內的其中一間學校有30個小學老師即將會離職 大家好,我是郭Sir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關於南區的一些學校最近的動向 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南區有一間官校即將不再接收小一的同學入學 即是意味著他們接下來應該是停止辦學 不會再經營這間學校 一間官立學校立在南區這麼多年 以及前的不知甚麼局長曾經是這間學校的舊身 都令到他這樣其實很多人都關注 但是最近很多人關注的一件事 應該是在區內的其中一間學校 有30個小學老師即將會離職 而學校方面也說了 已經請了差不多20位以上的新老師 去頂替這30位離職的老師 究竟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怎樣 其實郭Sir是不太清楚的 但是30個老師離開一定有他的原因 這個原因究竟是甚麼 我估計應該關於一些政策上的問題 可能大家不夠合格 或者在教學的方針上 不太同地令到大家不能夠磨合 所以這麼多老師離開 所以郭Sir在這個時間 其實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最新的事情 而這件事就是我想跟大家說 去到今天有很多事情都改變不了 但是接下來的考試大家盡全力 如果覺得學校未能夠給你一個很合適的環境的話 你應該要離開了 所以這個計劃我們就叫做事已至此 即是去到今天了 的一個絕望逃亡救生艇計劃 而這個計劃我覺得去到今天 即是事已至此的時候 大家要有甚麼想法呢 我希望可以幫到更多更多的同學 這個計劃 我們的事已至此逃亡計劃是有條件的 而條件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說得出 對於事已至此這四個字裏面 和你有甚麼關係 你可以覺得事已是有關係 已至也有關係 至此也有關係 的時候 你就可以參加這個計劃 第二件事 當然你要努力讀書 而最後最後的一樣 就是你希望 又或者你覺得 現在的這個環境不合適你 希望轉換一個新環境 即是轉校 的話 你就應該去參加我們這個計劃 對於一至四年級的同學 當然會有比較多的影響 因為接下來你在學校裡面的時間 還有比較長一些的日子 所以我會和大家一起去度過這個日子 而參加了這個計劃的同學 符合了這個條件的同學 全部同學 到七月份的一個學費 郭sir都會給大家一個七節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因為接下來 我聽說 這個事已至此計劃 是希望幫一些 在七月七號 八號 十一號 還有十二號的同學 在這四天考試的同學 絕對絕對要留意 一定要參加 因為如果你想轉校 或者你想去提升自己的話 一定要在這幾天 或者在這段時間 剩下很短很短的日子 去改變自己 提升一下 令到自己有更強的競爭力 五、六年級的同學 六年級不需要擔心 因為你升中了 五年級的同學 重中之重 因為接下來你要考成分試 還有你轉校的機會 應該都不大了 所以 郭Sir在餘下這十多二十日的日子 因為七月七號就會考成分試 希望在這十幾天 可以很精獨地幫到大家 在預備程一的時候 不要因為過去幾個月 因為很多老師放假 或者教學上的進度 未能夠如期的話 令到大家的學習上面有所不足 令到大家懲勳的名次 或者各項的水平 都可以保持現有的狀態 所以郭Sir對於懲勳的同學 特別是小五 可以給到一個大大的幫助大家 就是如果你現在立即報名的時候 郭Sir給大家一個半價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在七月七號、八號、十一號、十二號 去考試的同學 記住要符合我們這個逃亡條件 事已至此的條件 就可以享用我們這個優惠 去幫助大家渡過這麼嚴峻的難關 在說這麼多位老師離開了學校的時候 究竟接下來第二次成分試 或者第三次成分試 如何去預備、如何去準備 就是說今年剛剛過去的同學 就第三次成分試取消 明年會不會取消第二、第三次呢 我們其實完全不知道 希望在這個計劃中可以幫到大家 盡量令大家不需要太過徬徨 不需要太過擔心 接下來的日子如何去度過 或者去應付的 好嗎?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郭Sir今天說的話就差不多了 希望如果真的有用的 或者可以幫到大家的 特別是南區的家長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有什麼家長的合適 希望可以分享給相關的同學、相關的家長 讓他們了解一下 究竟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以及如何可以幫到大家 可以提升更多 改變現狀 分享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分享給有用的家長 以及你的同學 希望我在課堂可以見到大家 遲些見,拜拜